九月秋老虎发威 北京昌平郊区南口训练基地上 寿院女兵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反复练习 这些女兵的特点是 年轻面貌清秀身高175以上 列队训练要求正步行进动作不变形 连眼神都要经过特殊训练 我们规定是40秒不眨眼 如果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都在极力的克服 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 一仗队是唯一男女混合方队 女兵要跟上男人的脚步 每一阵步是75公分 男兵的训练要求达到头线手线 枪线腿线胸线帽线六线合一 每一位仪仗队员站出来 模特身材 仪仗队选拔的条件是男队员 身高最低是1米80 其次就是要相貌要好 我的身高1米90 那再超过再长一点点你还能参加吗 可能就不行了 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方队 就是三军仪仗队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军领队 这次阅兵受阅人员有年轻官兵 也有60多岁的将军 包括女兵方队有两位女将军担任领队 这也是中共历次阅兵 第一次安排女将军受阅 就是以上帅下 要求士兵做到的将军一样做到 徒步方队队员一个月就要练坏一双鞋 而阅兵村的联合军乐团也不轻松 他们是第一个登场最后退场的方队 十一当天将演奏50多首军乐 这也创下历史之最 记者董又俊金属清北京报道